热点时评 外媒综合报道 俄军重大内讧 普里戈金发兵讨伐绍伊古 普京称瓦格纳集团的行动是叛国 誓言要严厉惩罚 播讲 下秋年 瓦格纳私人武装集团的拥有者普里戈金 周六早些时候表示 他的部队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南部顿河畔 罗斯托夫的俄罗斯军队总部 并控制了该市的军事基地 现在是早上7点30分 我们在陆军总部内 罗斯托夫的军事基地 包括一个机场 都处于控制之下 普里戈金在社交媒体平台电报上的一段视频中说到 周六早些时候 普里戈金和他的战斗人员 从乌克兰越境进入俄罗斯 进入罗斯托夫市 没有受到边防警卫的抵抗 普里戈金表示 他的部下已准备好一路对抗俄罗斯军队 并将摧毁任何阻挡他们的人 普里戈金说 任何试图抵抗的人 我们将其视为威胁 并立即予以消灭 包括任何拦阻我们道路的哨卡 和任何我们头上的飞机 我请求每个人都保持镇静 不受挑衅 留在家中 在我们行进的沿途 最好不要出门 罗斯托夫官员要求居民待在家里 不要前往市中心 在电报上发布的一段录音中 普里戈金表示 边防关卡的年轻应征入伍者退后 双方没有交火 并补充说 他的部队不会与儿童作战 在我们把我们开始的完结之后 我们将返回前线 保卫我们的祖国 普里戈金说 我们有两万五千人 我们将查清楚 为什么我们国家会这么乱 两万五千人 预计是战术后备部队 而战略后备部队 就是全体陆军和整个国家 每个人都希望加入 我们必须结束这场耻辱 星期五早些时候 普里戈金说 克里姆林宫入侵乌克兰的理由 是基于陆军最高将领编造的谎言 多月来 普里戈金一直公开指责 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将军严重无能 普里戈金在其新闻部门的电报平台 公布的一段视频中说 国防部试图欺骗社会和总统 告诉我们如何有来自乌克兰的疯狂侵略 还说他们计划跟整个北约一道来进攻我们 他接着指责邵伊古说 需要战争是因为 这样邵伊古就可以当元帅 这样他就可以获得第二枚英雄勋章 他补充说 并不是因为要把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而需要战争 这位瓦格纳首领还抨击了统治精英 说贪婪助长了他们侵吞乌克兰顿巴斯地区财产的欲望 任务是瓜分资产 他说顿巴斯曾有过大量的盗窃 但是他们还想要更多 普里戈金星期五说 瓦格纳的野战营地被火箭 武装直升机和大炮击中 袭击命令来自军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 他指责格拉西莫夫在与国防部长邵伊古开会 并决定消灭瓦格纳后 下达了攻击命令 普里戈金说 瓦格纳集团指挥官委员会誓言惩罚邵伊古 我国军方领导层所要承担责任的那种邪恶必须被制止 他们忽视战士的生命 他们忘记了正义这个词 而我们将带回正义 因此那些今天杀害了我们的人 那些杀害了几万好几万名俄罗斯战士生命的人将受到惩罚 他说 普里戈金宣布他的部队将开始行军 为死去的战士求得正义 与此同时 反克里姆林宫人物霍多尔科夫斯基 敦促俄罗斯人支持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 他发誓要推翻莫斯科的军事领导层 曾经是俄罗斯最富有的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表示 我们现在需要提供帮助 如果有必要 我们也会抗争 霍多尔科夫斯基与普京闹翻后 在俄罗斯监狱里度过了十年 他最近呼吁对俄罗斯总统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他表示 如果决定对抗克里姆林宫 那么即使支持的是魔鬼也很重要 他说 是的 这只是开始 另一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警告瓦格纳集团雇佣军 武装叛变是叛国 任何拿起武器反对俄罗斯的人都将受到惩罚 普京在一次紧急电视讲话中承诺 将采取国断行动 稳定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 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表示 他的部队已经控制了那里的所有军事设施 普京说 这对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来说都是一个打击 我们保卫祖国免受这种威胁的行动将是严厉的 所有那些故意走上背叛之路 准备武装暴动 走上勒索和恐怖手段之路的人 都将遭受不可避免的惩罚 他们将对法律和我们的人民负责 普京称 瓦格纳集团的行动是背后捅刀子 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国家反恐委员会坚称 普里戈金星期五早些时候提出的指称是没有根据的 普里戈金说 俄罗斯国防部空袭了瓦格纳的基地 把他手下的2000名战士打死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五援引国家反恐委员会的决定 对普里戈金启动刑事调查 指责他发动武装滑变 据俄罗斯总检察长说 这项罪名的最高惩罚是20年监禁 周六早些时候 俄罗斯表示 在普里戈金发誓要推翻俄罗斯军事领导层后 一个反恐行动政权正在莫斯科成立并运行 俄罗斯呼吁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军放弃他们的组织及其领导人 俄罗斯国防部在电报上发布的一份 针对雇佣军战斗人员的声明中表示 他们受到了欺骗 被卷入了普里戈金策划的犯罪冒险 与此同时 沃罗涅日的官员报告称 一支军事纵队正在联邦高速公路上行进 但目前尚不清楚该纵队的行进方向 此外 莫斯科市长还宣布 首都正在实施反恐措施 可能会在道路上设立检查站 政治分析家塔蒂亚纳斯坦诺瓦亚告诉美联社 普里戈金从此将穷途没路 既然国家已经主动的介入 就没有回头路了 他在推特上发帖说 灭掉普里戈金和瓦格纳迫在眉睫 现在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绝对消灭 瓦格纳集团的抵抗程度是唯一的变量 对抗似乎完全是徒劳的 路透社报道说 莫斯科街头出现了军车 在华盛顿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亚当霍奇星期五说 白宫正在监测局势 并与盟国和伙伴磋商 乌克兰境内的俄军副司令 苏罗维金将军向瓦格纳领导人 指挥官和战士们发出呼吁 我们与你们一道渡过了难关 我们一道战斗 一道承受风险 蒙受损失 我们一道取得了胜利 我们流淌着同样的鲜血 我们是勇士 他说 我呼吁你们停下来 敌人只是在等待着我们内部政局的恶化 在国家这个艰难时刻 我们绝不能被敌人利用 据塔斯社报道 联邦安全局呼吁瓦格纳武装人员 不要听从普里戈金的犯罪命令 并将其拘捕 全文完 来吧 好 好 谢谢观看